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一只残暮人 呼呼呼 最近终于是解决了一些事情 让我受益匪浅呀 也是准备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也打算 或者说正在开着玩着 方舟水游服务器的话 看到这期视频 说不定也是对你受益匪浅的 事情是这样子的 阿茶有一个方舟水游服务器嘛 最近因为人数的波动 就有更多的人玩了起来 所以我就在不断的扩展服务器 我还以为到了三月四月 你们开学就都不玩了 我就可以跑路了 但是我往往没想到呀 连不是节假日 都可以让42人服务器爆满 这就让我明白 我跑不掉了 所以我还是继续扩展了服务器 让服务器的人数三线 变成了52人 但这变来变去的 服务器可能就受不了了呀 你这一两个星期就酷啊酥啊的 都不管人家受得了受不了 然后啪击了一下 服务器就在前天的凌晨12点就炸了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 最要命的是 它炸了启动不了了 哦吼完蛋 不清楚各位开服务器的有没有这种情况 就是服务器突然开不了了 一直正在启动 可是就是启动不了 咱们服务器也是陷入了这种情况 之前的解决方案就是手动回档 但是方舟手游删除了服务主手动回档的权限 所以我就直接无能为力了 当我这样放弃的时候 当天就有一个群友表示自己之前也这样子过 然后就找服务器的平台邮件反馈了问题就解决了 聪明的阿查就这样子顺着这一条线索 找到了这个服务器平台能够处理的地方 是真的人工客服哟 国外的人工客服 用着方译软件 我们在不断的交流 他们一开始是表示可以解决的呀 可是我吵了三次 他们都没有帮我去解决 最后都是说给我去申请发邮件给技术人员 让他们去解决这个事情 但那个时候已经到了早上的六点钟了 我也累了 准备睡觉了 但是早上的九点我就爬起来了 没办法嘛 毕竟玩服务器的那么多 这个时候我就是你们的救命稻草 所以我不想着把这件事情给耽搁了 首先我把自己的服务器交流群 全部关闭了聊天 这个时候我感觉我的责任是真的特别的大 因为服务器的数据都是大家一分一秒刚出来的呀 我也很自责 但是我真的无能为力 所以我也只能硬着头皮的去煎熬的等待 服务器平台的客服 反馈了 但是 哎 转折点就来了 查摩是一个在两年前就有过开服经验的老油条了 就这呀 我直接是反手把方舟生存货化手游服务器 改成了方舟生存货化断游服务器 让服务器先可以正常启动 这切换游戏的时间花回了七八个小时 等待了这几个小时 服务器还是不能正常重启 所以我就又把服务器改成了手游服务器 结果在凌晨的一两点的时候 我去看服务器 哎 服务器已经运行起来了 它启动了 然后我看了服务器的后台 什么都出事话了 一瞬间我的心就好像被挣扎了一样 你们能感受到吗 这个时候我立马又去找了服务器的客服 我把最后的希望放在了他们的身上 最后 服务器成功回档 成功了 没有把所有人的数据给删除掉 我自己尽最大的可能把一个崩溃异常的服务器给解决好了 虽然最后游戏还是回档了三天左右 但这已经是我能做到的最大程度的保留各位的所有数据 我的心情不言而喻 我的激动显而易见 可 就算我开心的通知大家服务器好了 可能会有一些小回档之后 就立马有一个人死了我 服务器为什么回档 这就是你开的服务器呀 又怎么就这呀 天天回档看你 服务器 说真的我的心当时一瞬间 就你们可以体会到那种心情吗 就寒心 好吧 隔着屏幕你们都感觉到了吧 因为这几天我们这边天天下雨 加上我网上通宵捧着手机 我的手都没有怎么动过 就和那个客服方艺聊天 我的手这个时候居然可以被冻伤 就让我很无语 所以兄弟们记得多注意保暖 当然那个人的话也让我想了一下 就不是觉得那么气了 世界那么大 什么人都有嘛 区里也有其他大佬 看了阿茶的努力 他们也是知道我付出了多少 所以他们给我转了两杯奶茶的钱 说真的 这是我这辈子喝过最好喝的奶茶 感谢各位的理解 我真的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了 换做是其他人 估计服务器早没了 当然这一次诈服还是有一些好处的 就是我们服务器现在12个人在线 延迟保持在40多 50点点 就是个延迟 无敌 当然以后服务器天天爆满的话 延迟肯定也会高了 希望理解 就好像你穿了五六件衣服 行动不愿一样 各位也不要像某些人一样 玩者没有几个人玩的服务器 一天到晚在那里吹延迟低 来诋毁我这个不是什么优惧服 阴阳怪气 最后视频到这里 有没有服务器可以理解我的心情 有着同样的经历呢 大家作为一个玩家 又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欢迎各位的评论 我是一只茶母人 期待各位的关注